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条件期望值 介绍条件期望值之前 我们当然还要先介绍一下 就是联合几率分配的一个期望值 假设x跟y都是随机变数 那么这是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那么现在假设这是一个 这个叫做rear function 是一个24对到实数函数 那么期望值的定义怎么写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xy双变数的这个期望值 我们怎么做 这边是gxy 各位同学就记得我们照抄 乘上它的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相当于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同学我们来回忆一下 以前我们看到的这叫做期望值 单变数的 这里是x 我们就写一个x 然后乘上什么呢 它的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它的推广 是不是 这就是它的推广 这边x用一个gxy来取代 这边的f 这边的f 用f 期望值的定义 条件期望值的定义 首先我们要知道 假设是x跟y都是随机变数 连续的 边际我们先告诉各位同学 当然是正的 没有问题了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当y是在小y的前提之下 x的期望值是怎么算的 各位同学 当你们看到的是期望值时 这里是x的时候 不用犹豫 负无限大的无限大 这里是x 这边就写x 这个地方是一个条件几率 条件几率 那么我们就写的是条件的几率 那么问题是 这条件几率是怎么算呢 让我来解释一下 那么回忆一下条件几率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b发生的前提之下 a发生的几率 那么我们是怎么算的呢 我们是 这个底下的话呢 我们写的是b 上面是a交集b 以这个题目来说 函数来说 那非常的合理 这是什么意思 pb 就是底下的后面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 那就是y的边际 然后呢 上面是什么 a交集b 各位同学知道 f of xy 同时都限制上去了 以后 这就是a交集b 所以从此以后 我们要知道 这就是什么 这叫做条件几率 密度函数 那么我们就依照了 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我们要算条件期望值 注意的是 要算它的什么呢 边际分配函数 然后再把它的f of xy 就是联合的 来把它相处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几率密度函数 再加上一个x 再加上积分 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么我们当然做一个立题 同学就容易了解了 这是中山大学的经济研究所的考题 我们就用这个题目来给各位同学介绍 连续型的条件期望值的求法 假设x跟y都是连续的随机变数 那么这是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我都知道了 这f of xy 现在要算什么 算的是条件期望值 这是x的前提之下 y的期望值是多少 那么既然要算这个 当然我们要先把它的边际的分配 我们要先算一下 来我们先算一下 这是以x来说的话 x的意思就是 让y跑一圈 让y用尽 那就是x了 所以怎么做呢 这是f of xy 这是x加y 我们带进去 然后对y来积分 那y的范围呢 0到1 所以这边是0到1 那么我们就计算一下 x对y来积分 那就是xy 这是1 2 y平方 范围0到1 我们把它套进去 把它套进去 扣掉0套进去都0 所以这边变成了x加1 2 这是边际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我们还没有算完 我们要算的是什么 我们要用的是条件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条件几率密度函数 那怎么写呢 就是上面的这个 全部的除以边际的 那么我们把它写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几率密度函数 现在有了 有了这个以后 当然条件期望值就不难了 这个是y的变数 那当然就是用积分 各位同学 这是x是x的情况 这个地方我们先写一个x 因为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再来做解释 这等于什么呢 积分y 这么以y带头的 各位同学 积分y是带头的 要先写 再乘上这个 这是条件几率密度函数 填下去 然后这边呢 是对y来积分 然后范围是 范围是y的范围 0到1 这边要写0到1 好 那现在来看 变数是y 那这个地方是完全 跟y没有关系的 那各位同学 请你把它移到 搬到外面去 那这边呢 来说yx跟y平方 那么就很好积分了 现在是这样子的 外面搬到前面去以后 yx加上 y的二次方 底y 那么同学要知道 这是什么 这就是直接算出来了 各位同学 怎么算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算得比较快 这边对y来积分的话呢 这是x乘上 二分之一 y平方 这是什么呢 y平方的话呢 就变成三分之一 y的三次方 因为对y来积分 所以是0到1 1把它带进去 扣掉0 0都没有了 所以这边是2分之1乘上x加上三分之一 那么这是上面 这是分子 这是分母 我们一律上下同乘一个6好了 这边6的话呢 来我们看一下底下边6x加3 上面是3x加2 那么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什么都没写 这是一个随机变数 注意 这是一个随机变数 什么情况之下的话呢 才是数字呢 你要令x等于多少的时候 当x是设定好x是多少的时候 它才是一个数字 而且它是一个什么的随机变数呢 是一个x 这个是一个x的函数 注意 这个条件期望值 如果我们没有指定数字 它将是一个x的函数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观念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做一个例子 这是连续型 那么间断型的也试试看 现在我来做的是一个间断型的 几率密度函数 来我们看看几率密度函数怎么算 间断的来说 联合的几率分配在这边 问各位同学会不会算什么 边际 边际那怎么写呢 这个x来说的话呢 只要是x的部分 那就是让y去跑 跑一圈 所以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什么呢 这是y跑一圈的 y跑一圈 那x有哪些值 有012 歪跑一圈 那么我们这边就计算一下啦 这边是多少呢 这加起来 几率是四分之一 16分之二加一加一就四 这边是16分之一个 五个 所以这变成了多少 16分之五 那这是多少呢 这也一样 16分之七 各位同学计算一下看看 这是16分之四 16分之二 一 好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数字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它的边际几率密度函数了 那么怎么写呢 来我们看一下 画个表格吧 x只有0123个 我们就写012 那么边际几率密度函数 就是各自的这一个 这个 这个 来填下去 0对应到哪里 四分之一 1对应到哪里呢 16分之五 2对应到16分之七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边际几率密度函数 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当然是情况完全一样 那么我们也照写好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以y来说的话呢 那就是让x跑一圈嘛 x跑一圈 那因为x的话呢 是有三个值 y也有三个值 那么我们把它算一下 来我们看看这个值是多少 这三个加起来 四分之一 这三个加起来呢 16分之五 这三个加起来 一样 16分之七 那么我们一样要把它的几率密度函数也写下来 这其实叫做这个叫做离散型的话呢 是质量函数了 那没关系 我们的话呢 都照写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几率分配了 0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四分之一 这是十六分之五 这是十六分之七 我们用的是一个 间断型的 这个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然后计算什么呢 这个是边际的几率密度函数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题 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小题 现在第二个小题是什么呢 要问我们的是条件几率的分配函数了 那么注意的是 这个是限制在 Y是一的前提之下 那么我们刚刚已经算了这个结果了以后 Y是一在哪里呢 是在这里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列出来 这是条件的几率分配函数 我们应该要把它依照定义 把它写成什么呢 边际分支 这个是联合 来我们写下来 这等于什么呢 边际分支联合 注意的是Y等于1 所以这边Y就是1 这边就是Y就是1 那么现在来看 我们就把它的这个 几率分配函数 就列出来好了 现在看的是什么呢 X X有三个值 012 那么这是一个笔值 对不对 好 X1是多少呢 Y固定是1 所以当X是0的时候 Y已经是1了 所以这里是16分之1 我们这边要写的是16分之1 再过来呢 这是8分之1 这是8分之1 重点是要除上一个 FY1 那么Y固定是1 它的边际的部分 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里 所以每个数字都要除上 16分之5 来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8分之1 除以16分之5 第三个是8分之1 除以16分之5 一样的 我们可以抵消掉了以后 这是什么 这是5分之1 这是 这边抵消的时候 这边是5分之2 这边就是5分之2 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条件几率的分配函数 那么最后一个来问的是什么 条件期望值 条件期望值 什么算呢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不怕了 因为它就是总和 这样子乘下去 乘上它所对应的几率 乘上它所对应的几率 那么我们就直接算了 因为这个的几率 我们已经写下去了 0乘上1分之1 我们照写 加上1乘上2分之2 再加上多少 2乘上2分之2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 各位同学 这是什么 这是数字 注意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已经设定好了 Y是一个数字的时候 这就是数字 这是一个期望值 是一个数字 如果我们这边不写Y等于E 它将是一个Y的函数 也是一个随机变数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条件期望值 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 它的算的步骤 第一步 我们要把边际的几率密度函数找出来 有了边际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我们用的是边际分之什么 联合就会变成了条件几率密度函数了 那么我们要算的是期望值 是什么呢 根据期望值的定义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数字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一个数字 Y如果等于K的话 它固定就是一个数字了 这是一个相当于是X的一个期望值 这也是一个X的期望值 不过是这个地方 如果它不是数字 它没有设定好Y是某数的话 它是一个随机变数 而且是一个谁的函数呢 是一个Y的函数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好 好